难怪辽宁南篮逆转上海 球迷捅出输球内幕 刘鹏被耍得团团转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本场比赛 两队打得都很棒 但最关键时刻 篮球回归本源 离篮框越近 得分把握越大 身高越高 篮板优势越大 上海最后时刻就输在这里 努力最终不敌天赋 辽宁对今天的表现堪称完美 张震霖真是太厉害了 看得出来 辽宁已经体力精力在红线了 完全凭借任劲拿下比赛 好好休息 第二阶段的上海队越打越好 差一点先翻辽宁 差距只是在经验上 辽宁南篮自从艾伦伤了 稳定的控球点就赵继伟和伐格 还能坚持多久 1.5号位隐患太大了 福格莫兰德的状态都在下滑 福格在关键时刻投不进去 冲不进去 莫兰德打情绪球 太随性了 就看艾伦回来吧 上海实力本来就是前六的 有国家队球员也有前例小牛 能打球的人多 外援全是NBA级 但球队的教练水平 联盟倒数前三 且主力一直受伤 要不然不至于成绩那么差 如果没有张震霖37分的发挥 可想而知今晚的结局是什么 其实辽兰今晚上 包括继维小旭从明晨淹首期的三分 真的投了不少 但最好的防守却没做好 而且节奏不在状态 不知道为什么两个外援 越大越拉胯 辽宁队与上海队拼成这样 接下来虽然回到主场 但辽宁队只能休息一天 而山西队却休息三天 山西风起来 得分能力也是超级强 辽宁还是得敢于用轮转 刘燕宇 富豪 李虎逸 于泽臣 球队的替补空位 应该多打一打 常规赛不练 等着季后赛练 不练的话 韩德军和李小旭太累了 肯定不行 即使郭艾伦真的付出上场时间 也不会太多 况且 状态多半也是不行 辽宁队凶多吉少了 这一次 辽宁南岚 赢了比赛固然是好事 但是 辽宁队的防守 却是一塌糊涂 个人防守失位 整体退防不及时 莫兰德的眼神防守 和丢失的进攻积极性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